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三国杀娱乐节目 百坑讲探灵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直播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局 那么上周呢 这个攀书啊是正式开始起伏了 有不少的人呢 起伏到了这个攀书 并且我收到了大量的攀书的稿件 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尤其这个攀书的稿件的数量 实在是过于的巨大 因此呢我只挑了很小的一部分来讲 肯定有很多人说 我这个攀书怎么就没有上呢 凭什么他的上呢 你的上不上呢 可能完全是随机的 因为我见过的攀书的这个录像呢 数量大到我真的是 一局我都不想播 但是呢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毕竟是个新武将 对吧 我就挑几步来给大家看一看 也让大家深刻的理解 这个武将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也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帝国杯 现在已经把这个武将给尽了 好吧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局 这一局是个中 主攻是个借张角 过拆再过拆 挂刀 然后杀一刀这个离婚禅 过了 离婚 然后九杀 基本操作 我们直接给张角回鞋 悠悠情音 人人自罪 这里曹皮是顺的下架 是反贼 曹皮也不像好人嘛 对吧 蛮宠 说实话蛮宠也不像好人 本来这个蛮宠 没啥用的 功能还跟曹皮重复了 结果 现在有个离婚禅 他突然就变得厉害起来了 他甚至嚣张的 要开那妈入侵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任王探视钟了 福情多闲 悠然自得 一弹一波 铿枪有力 这边貂蝉不想给收 一壶烈云烧 一曲人皆醉 蛮宠傻了 两个男们开完 貂蝉也没收到 本来呢 是想让曹皮翻两个人的 结果 就翻了一个张角 还是两排翻面 反贼窥到姥姥家 直接没得打了 这蛮宠羞愧而跑 当场跑路去印度 孙权是制衡完没有动 这个猪哥姐 他竟然跳踪了 但人家潘叔也有理由的呀 我要的什么队友 我要的王燦队友啊 你这什么东西 你让我带 啊 这局忠诚什么水平啊 你猪哥锦什么 他都在当忠诚 他能当吗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智不同 不相为友 把青龙刀顺过来 木马 传一个闪 挂刀 用青龙刀杀这个张角 让张角去劈王燦 啪的一下 王燦就抽逃了 很快啊 只有一个桃 死了没有 死的透透的啊 不死我们也可以让他死 是否发动青龙野鱼刀 可以发动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 织紧 然后选择弃一张牌 是的你没看错 我明明发动了青龙野鱼刀的特效 我却把青龙野鱼刀都弃了 他的结算呢 是先结算出基本 然后再弃牌的 不仅青龙野鱼刀可以 连弩也可以 就问你怕不怕 只恨 不能将无知所学 倾囊相授 这边孙权还在做挣扎 反手奶活这个诸葛锦 死不了了这个诸葛锦 连个诸葛锦都打不死 其实我是孙权 我就投了 但是呢时间不到还投不了 体面一点吧孙权 不要反抗了 怕的一下孙权就死了 很快啊 当然全场最佳是张角的 我们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试了服一具 深藏功与笔赢 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局难度上升了 是内奸 而且呢 普通的潘叔内奸 其实没什么 这次呢 是地狱难度的内奸 什么内奸 华陀 细致财 祖宗的内奸 虽然还谈不上修罗难度 比修罗难度还是差一口气 但是呢 在普通的内奸玩法里面 已经算是修罗难度 已经算是地狱难度的了 差不多跟什么 跟什么神官与中之类的 差不多一个层次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局怎么个玩法 顺手牵羊 好 顺手牵羊 双顺手 决斗 这里的话 吕布是跳了一首 然后刘备虽然没有动 但是他没有人得 这个吕布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越老越要补啊 然后我们怎么打呢 决斗吕布 然后崩一下吕布 细杀跳反 对跳反打 先把反贼跳出来再说 至于反贼会不会内讧 关我屁事 你的死活与我何干 这里的话呢 我们既然要打长期战 那就先回血吧 其实呢 这个威夷不回血也行 因为将来用这个锦枝回血就可以 对吧 不过看得出来 他就是不想出力 他现在就是不想出这个力 因为如果你威夷卖成良血的话呢 就每次都会问你要不要崩别人血 你就要出力了啊 这的话呢 吕布在抗议这个戏制裁 不应该添度 你连这个普通沙藤家 你都做得出来 你还好意思去说人家戏制裁 我看你们是半斤八两 一丘之鹤 这边貂蝉自作聪明啊 觉得 戏制裁拆掉了 我再贴一个不是血状吗 问题是这个乐是可以贴画头的呀 对吧 可以贴吕布的呀 对不对 什么叫自作聪明 这就叫自作聪明 五五红灯 顺手欠阳 这个局肯定不能心急要慢慢打 这里的话呢 反对觉得自己有优势啊 想要强偷这个画头 然后呢 他在打的时候呢 还把这个刘备给连累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因为在反对眼里 刘备是内奸 我就跟你说 刘备前面不仁德 肯定要被误会的 那就对吧 我们内奸跳反 我是为了占你反对便宜 你反对内奸不内奸 关我屁事 所以说呢 这局跳了反 反过来还让反对内奸 不过呢 还是不好打 这边刘备这个腾甲 非常的暖和 其实刘备自己是反对 他穿腾甲 本身是为了想要帮助 这个关一平的 但是他又没仁德跳反 你不跳反 你让关一平这么心理 对不对 再 我们也来个铁锁电话 那好啊 他铁锁 我也铁锁 战火燃尽 英雄打 尔等 竟如此歹毒 员步死掉了 不过呢 要想把戏日才跟这个话陀 给打破 还是没什么用 而且如果话陀真的死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力了 其实我们并不想出力啊 强行九杀 这时候打的还是比较冒险的 戏日才刚才不是出了个名讨吗 这个强行九杀几乎就是给送牌 但是呢 我觉得主持者有可能是不必的 他就是想要做出一副 不杀掉话陀 事不罢休的姿态 然后呢 逼的反贼跟着一起去杀这个话陀 其实我们已经跳过内了 因为前面没有给雕杉回血 同归于尽吧 这里的话呢 关一平可能对这个思路非常的不满 但是没办法 现在反贼已经被内奸绑架了 这个貂蝉其实现在没什么大用 不过呢 他的确还是威胁到主动 因为貂蝉可以把话头的牌录掉 但是我们到时候会出这个 逃去救主动 丢个无蟹 这里我不太同意丢无蟹啊 对于潘叔来说的话呢 基本牌其实不值钱 无蟹可比基本牌值钱多了 如果你实在想留个真逃 你就把酒丢了嘛 对不对 姚山又撸了 他又撸了 华佗这个时候呢 还是没有意识到 是时候炸内奸的草了 但是这帮人可能压根就没看出来 潘叔跳过内了 潘叔没给吊山回血 这么小一细节 就他们打得这么热火朝天的 估计是真看不出来 反贼还在一门心思的这个打华佗 反贼已经是属于了 因为反贼既不能打细致财 他也不能打华佗 更不敢惹内奸 这个时候敢惹内奸的只有中小 南蛮入侵 你们看不出来我是内奸对吧 那我就跳得更明显一点 你已无话可说了吧 给主攻回血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这边关一瓶那一下呢 还是省了一发 不能跳内过度 跳内过度在反的眼里变成跳钟了 那又难办了 潘兵剑 骚一发 然后自己回个血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基本牌根本就用不完 对吧 还是无懈可击好 扶完是明显是来顺刀的 就没有管 这个场风实在是太好了 好到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然后戒指才失去了华佗 其实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面了 他根本不是潘叔的队 所以说接下来呢 潘叔要小心啊 小心主攻仇内 虽然我不是说这个主攻会仇内啊 仇内毕竟只是一小撮 腐败分子 所做的事情 真正仇内的人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多的 但是你打路人局呢 千万小心 所以说呢 该给主攻回的血 就不要吝啬了 主攻现在其实就是个傀儡 对吧 你跟一个 汉陷帝治什么妻 对吧 如果我是主视角 我直接拿 我直接拿头喂他了 我根本就不会去炸他这个酒了 真的 你说你跟一个汉陷帝治什么妻 但是主视角显然 放完位移之后呢 就觉得自己 对主攻人之一尽了 其实不是这么说的 你的胜负完全取决于主攻 送不送反 主攻如果强行送反 你是要输的 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这里的话呢 可以故意出闪 这样可以反手魔鬼他 因为马上新的一轮 又刷新了 这些牌全部都是套 我每一张牌都是套 你奈我何 显然这个主攻 还是在一门心思打反 这波是断杀了 收了一个名酒 这边的话呢 可以卖血的 等一下用白云狮子回血就行了 观音频发现了滑点 如果一门心思打戏之猜 潘叔就无脑就戏之猜 反对永远没有出路 反对唯一的出路是 两个反对一起围殴潘叔 如果主攻不肯帮潘叔 三个人一起殴 或者两个 或者 不要3v1 就1v1v2 对吧 我主攻不帮你 你两个 你这个潘叔只是出基本盘 你又不能出几打 潘叔还是有一点点危险 对吧 但是观音频悟到这点的时候太晚了 一切都太迟了 这边的话呢 是强行三张牌回个道 马不能被射 这里的话呢 潘叔为什么没有出这个锦枝呢 因为系列才有一个名的酒 讲道理这个主事叫水瓶是有的 很久很久以前一张方块酒的酒 这个东西他还记得 讲道理已经算是个高手了 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人心啊 我跟你说 系列才绝对不是仇内的那种主攻 是看得出来的 但是不仇内不代表 他就一定要送你 你懂我意思吧 你连 这个方片的酒你都要算计我 仅至一张牌你都不肯出 我送凡怎么 对吧 这个时候人家不叫仇内 叫玻璃心 甚至连玻璃心都不是 你这个时候你说不了他什么 你是潘叔你就大方 我不是在威严耸听啊 打牌啊 真的不能什么 都这么自以为是 尤其是大陆人 你要是打个群内吧 可能炸也就炸了 没什么 群内或者比赛 如果如果如果他有酒不吃什么的 要么被骂 要么会被盘 对吧 的确是没有人会说 但如果打个路人 你都要这么玩的话呢 我只能说你太年轻了 还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独担 那现在的话呢 其实就是吊打 我实话跟你们讲 这一局后面的垃圾时间很长 但是呢 尊重一下主视角 我还是把它放完 垃圾时间长的原因 就是因为潘叔啊 他不能变紧啊 所以说打起这个吸制材来 有的好磨了 这么八卦人一带 加一马一穿 不知道磨到什么时候去了 但是呢 吸制材打潘叔 是半毛钱机会都不会有的 现在的话呢 潘叔呢 他想什么呢 他想寒冰剑 把吸制材拆拆拆光 然后呢 找机会什么 鼓励到九杀之类的 但是吸制材 如果回到满血 鼓励到九杀也打不死 所以说呢 就别想这些了 一刀一刀磨 一刀一刀打就是了 你藏这么多牌 其实没用的 都是白给 都是白给 比如说他现在 这一盼黑 他一个木马就没了 但是潘叔是不是 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呢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跟你说 潘叔的内心只想笑 你们的挣扎 不过是狗言残喘罢了 最后这个吸制材 含恨而终 讲道理吸制材排饼 真的很不错 我不是说呢 他不就是被反对打了 吃了个酒 没有坑内吗 这也要夸 我跟你说 如果是在平时 不值得夸 但人家吸制材到最后 还在努力 一直没有放弃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相比之下呢 主视角呢 挺大意的 如果你真心想玩路人局的话呢 千万千万要小心 有的时候 真正的敌人 可能是你自己 然后我 其他的潘叔的主视角呢 我就不放了 我知道还有很多 你们肯定不满意 但是我跟你讲 刚才那两把 已经算好看了 还有更臭更长的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局 这一局的话呢 虽然不是潘叔的主视角 但是呢 的确还是有个潘叔 忠诚是一个二次元 主攻是一个潘叔 好 我们看看这局又发生了 先看一下老戏 哦 老戏中 开局三打五的这个大阵啊 三打五大阵 就潘叔戏指财 比华陀戏指财更可怕 啊 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 因为潘叔啊 他那个威仪还可以变久 还可以反复变 对吧 不是威仪那个紧直 这个 左磁 拿了个连弩 你想干嘛 你想捅戏指财 雷杀 马上 都除了 他媳妇 不吃捅戏指财 就在这部门上 还可以白服 我 谁 专门 就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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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植又发财了呀 而且你把连弩丢给曹植了 这样真的好吗 这样不太好吧 主公吓得赶紧穿藤甲了 冰凉寸断 主公看到李爵跳内了 所以不忍心冰李爵了 李爵就这样过了 潘叔啊 你这就把藤甲丢了 潘叔啊 大意了吧 曹植 曹植转间一想 这李爵反正已经跳内了 没什么用了 看我不弄死他 因为因为因为潘叔把藤甲丢掉了 所以曹植觉得他能醒了 但是 曹植不可能打的是 潘叔的呀 难道这些都在 潘叔的计算之中吗 这些主视角没什么好救李爵的 说李爵本来就没有 没有派拿的 李爵名内嘛 对不对 反应狮子ETU 在内阀 反手两个清闲 然后这个时候气牌注意一点 不要吃草花出去 先九杀黄祖 然后再吃桃 再吃真桃 再吃假桃 再吃假桃 好了 超值 你无话可说了吧 超值发现自己上当了 终究是你 技高一筹 太强了这个潘叔 其实才死了又怎么样 对吧 潘叔主攻 只要有一个钟够强 就够了 当然了 另一个钟如果太弱的话 那这个得是什么二次元之类的 才带中 我们来看下一种 这里再额外说一句 就是 潘叔最近我估计投稿不会少的 我这里奉劝大家一句 如果你想投潘叔主视角的话 除非特别特别好看 否则的话我可能就不收了 你还不如投个别的 对吧 好 这边黄盖来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一阵仗了 音变里可能还多一点 俊真已经很久没有人选 皇盖这边 这边陈玉打两下 不敢打死 再跑到校务室那边打两下 打完接着苦 这是为了把杀清掉 让那个虎肉的成功率高一点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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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失败率也太高了吧 你别直接给哭死了 要不还是出两张沙发 但是他又不敢 你总不能去杀夏侯敦吧 人家刚一下把你连组刚没了 对不对 不过呢 九条的数量还是蛮多的 这个太失败了 太失败了呀 刚才还把决斗补移掉了 血龟 不敢苦了 真的不敢苦了 这牌太烂了 不敢苦 哎呀 这是什么操作 敦哥竟然跳中了 真的假的呀 啊 只不过是皮肉之苦罢了 关键是他补了个酒给我们 又失败 敦哥你该不会是反贼装身份的吧 我觉得很像 实在是太像了 说实话 被迫无奈还是把陈玉捅死了 捅出来是个反 还不错 但是你还是 还是有可能杀错人啊 哎呀 夏姑娘 你好大的官威呀 啊 要是再让你打两年拳 怕不是连老佛爷都不放在眼里啦 这种送出来了那就太好了 哎 白银狮子 这也是直四张牌啦 下一步怎么办 哦 主视角好像突然开窍了 其实呢 牌堆的牌已经不多了 马上就能刷出新牌堆了 那五十几张牌里面有十几张九头 每张九头都能摸四张牌 其实已经涌动啦 我教过大家的 有一个根本没有书面的打法 就是把所有人的牌全部都拆顺光 然后全部压成一血 用铁锁连环打就可以了 而且另外一把连毒也在手里了 如果这个时候什么夏侯敦突然刚离 对不起 我还有把连毒 你马上就暴露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吴国泰顺上香突然不给了呢 突然不给了就打死 就这么简单 聪明的貂蝉已经脱管了 当他发现黄盖聪明的那一刻 不管是夏侯敦装的 还是孙上香装的 还是吴国泰装的 都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顺手打国泰 过拆打孙上香 关键是他们没有出路的 如果你突然不给 那就打死 打到这个地步呢 黄盖就已经没有失眠了 接下来就是顺手过拆 无限拿 顺手过拆 无限拿 还太多了 看不清楚 亲一起 每个人压血 压成一血 顺上香的话 拿决斗压 再拿决斗压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但是不能大意 要打九杀的 为什么 因为赵云 你把赵云锁出去了 你醒醒 你把赵云锁出去了 吓死我了 喝酒了 喝酒了就稳了 酒杀 无国泰 看看是个什么 是个反 敦哥你是不是反 不是吧 阿瑟 帅哥你哪位啊 只不过是皮肉之口吧 所以说 孙上香跟无国泰 他就没有一个人适中 敦哥真的是中 赵云锁其实意料之中的 这一招呢 可以让对面无所对系 但是你们发现了没有 洗手杀陈宇跟夏侯士本身其实还是 需要一点运气的 本来黄盖的正确打法就是普玩排队 然后每个人都押成一血拆光 然后打 这样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但是他狗云太差了 洗手的酒淘被他全部耗光 大概补仪失败了十次 普通的黄盖根本不可能这么费的 但凡补仪成功个一两次 都不可能什么要先杀陈宇或者先杀夏侯士 夏侯士还是送出来的 本来这个主攻连夏侯士都不敢打的 对不对 好了 很久没见了 拿出来给大家乐一下 我们再来看下一局 好 这局是一个布置 红德 直接给郭佳 郭佳一记吗 一记了 但是没有后招了 最多铁锁换一张 这刘备也不想不信对吧 诶 这在小侯士 小侯士跳中 那可不是好消息 而且夏侯士跳中还跳的有模有样的 我乔石跟烟雨都能跟你配合 难道不是神钟吗 夏侯士真的去顺无疑了 什么 夏侯士跳内了 那你跳吧 你跳了就别回来了 无疑反 铁锁连环 这个铁锁连环怎么不顾及陆迅跟甘宁的呀 这个张飞 张飞才是内阶 夏侯士反这样 挂把刀 然后截影 其实布置被截影也是能发动两次红德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甘宁是咋想的 就真的去截了 刘备 给牌 再给牌 连弩来了 这张牌其实也应该给刘备的 刘备来决定这张牌是给你还是给郭家 因为连弩是刘备给你的 所以刘备知道该给你什么不该给你什么 如果是个闪 刘备自个儿留 他不香吗 对不对 为什么要歧视刘备 这边红德 这次红德肯定给郭家了 要跟郭家刷啊 有个铁锁 这里的话呢 主视角选择比较疯 就是不解锁自己 直接往外置为锁了 这样打也不是不行 但是呢 我个人是不建议这么打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啊 这铁锁连环更多的是希望去打九杀的 其次你的血可以派别的用场 派什么用场 定判呀 对不对 你说你像是有白银狮子 你去锁他干啥 九杀都打不出来的 先刷郭家 还是先定判 应该先定判 为什么 定判了以后排给郭家 郭家就能给更好的排给你了 陶子拿去喂郭家 就是你不要定判四次 定判自己定判三次 但是因为自己在锁里 所以说定判自己只能定判两次了 终中生有 再来有南蛮入侵了 有南蛮入侵之后 为什么不先看南蛮入侵呢 对吧 这个锁就这么破掉了 他真的值得吗 对吧 这个不打个九权一下 你对得起谁呀 南蛮入侵不开 当然现在简易有了 接锁连环 他还是不想开南蛮 为什么不开南蛮呢 逃没有了 所以不开南蛮 那刚才有逃的时候干嘛去了呢 对不对 先把陆迅宰掉 再雷沙 不过一直没有看到九 也是蛮可惜的 你会发现反对死了以后 少了一发定判 不知不觉之间 定判少了一发 等你想起来定判的时候 已经只能定判三次了 定判用完 本来的话那是可以把夏侯士的简易定判掉的 不是简易 这个是个嘉乙啊 不过用过拆了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锁夏侯士呢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去锁一个死人呢 那么问题来了 夏侯士都帮你喂逃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出主性杂呢 没有这么多为什么 只要我开心就好 哪管这天下洪水滔天 在数量面前 排序毫无用处 那么问题来了 你南蛮准备丢了下子吗 啊 太牛逼了 直接把张飞砍死了 好的南蛮如今不开了 那你为什么又要开呢 反对都死光了 你开了啊 你觉得你又行啊 其实这南蛮肯定开的 不看你都打不死消失 过来两个决斗啊 郭家的牌也是非常的好 我摘桥 无一啪的一下就投降了很快啊 其实呢 无一 不投降也没用了 你们再看一下郭家的牌 郭家的牌够这个无一再死三次的 说实话不知 你是我 你是我 这个收到的布置的投稿里 打到现在最烂的一个主视角 大部分的布置主视角 都有一两手的挫抖 但是呢 因为布置郭家跟布置刘备 他的牌序还是比较复杂的 没有那么简单 有一两手挫抖 是很正常的 能够从头挫到尾 就没怎么打对过的 还真是不多见 你别怪我说的那么狠 这个既然你愿意投稿给我 那我就必须实话实说 希望你能够有所幸福 我们来看下一局 好 这局是一个蒋干的反贼 主攻是一个借曹操 然后 蒋干倒是有那么一点克 借曹操 但是你这个二号位蒋干吧 就不算特别克 一般来说 先杀杀看对吧 你还送闪给别人 应叫我赴天下人 当然他也没辙 就二号位蒋干 其实一点都不克曹操 这曹操的牌 你又不知道哪张是名牌 当你知道曹操哪张是名牌的时候 你的回合都过了 对吧 整机看他完了 标国家 当然了这个 本机低嘛 那个没有好价 这边还有一个关锁 这个 给主攻打武器 也是个什么操作啊 看不懂 国家又来一万箭 马良人快没了 非常的惨 烟熊 这波防酒啥 防魔阵啊 马良太惨了 能出来吗 关锁反贼 马良中乐 这边曹人顺了一下黄盖 然后反手砸掉马良的桃 杀一刀马良 马良反 那桃仁是种 桃仁中挂闪电 为什么要挂闪电 大用具挂闪电 关锁这边直接拿自满 有前途啊这个关锁 拿自满的啊 两把莲怒在手 黄盖给这个 关锁打残了桃仁 我是黄盖 我连桃都不止 莲怒在手 对吧 智蛮拿莲怒 有协方杀掉曹人 再收黄盖 再收蒋干 这不直接一波了吗 对不对 武中生有 火攻想收蒋干 曹子吓得赶紧打无血格机 然后呢雷沙 把莲怒那么一拿 挂上莲怒 哎收人啊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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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蒋干不肯给收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 你连先收我再顺八卦的这个意思都没有 我让你收了 黄盖让你收了 你怎么打曹操 你如果拿闪淘这种东西去武胜曹操 他还能额外活下来 更不要说这边还有两个发症 两个发症要两个火攻两个决斗的 哪有那么容易找啊 对不对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关锁被气跑了 我们家蒋干 他能赢吗 他能赢吗 这个曹操他竟敢不杀蒋干 他竟然去先杀黄盖 万箭启发 曹操觉得自己一定能打死蒋干 因为有万箭启发 那你为什么不先万箭启发呢 对吧 这个郭家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奸啊 再说 我就不卖咋地 没事卖什么血啊 好了 现在的话呢 一血带个连弩 这边一个中一个内 曹操还是三血带俩八卦阵 那除了蒋干没有人能翻盘了吧 挂盾 简易赤桃 拿来吧 怎么办 这个火杀你也敢打 这个你也能护驾 判八卦阵 你是那天吧 啊 他那一下马就没了很快啊 冰凉寸段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没想到吧 这个针机把我们连弩事了 但是丢了火杀 他真的是那天 也许他刚才是第五层 他真的是故意判八卦 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个针机还想炸桃呢 结果压根就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桃让他炸 直接桃桃给偷死了 需要关屏吗 需要关锁吗 需要那种东西吗 对吧 需要马良吗 需要缓盖吗 需要连弩吗 啊 我只需要活着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局是一个布置 布置主 布置主最近好流行啊 群内流行也就算了 路人也老看到 但是布置主 真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 刚才那局的布置主 你要说他打的有什么大错吧 倒也不至于 但是你看他细节 真的真的有点差 对吧 布置你真的驾驭不了 一般人的话还是驾驭驾驭 潘叔就可以了 潘叔的话 普通人就能把握了 最后选了卧龙凤厨 我觉得可以吧 卧龙凤厨还是 非常值得托福的 果然布置直接给我们了 五中生友 再给 木马 木马也给我们了 这么大方 主公我无一心的 这是什么操作呀 完了呀 这个布置不太聪明的样子呀 还好老戏中 那可以 就算布置不太聪明 打的也够了 怎么还给我们 是不是该给老戏了呀 是不是该给老戏了呀 不要这样主公 完了呀老戏玻璃兮了呀 不太聪明了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无中生友被拍无限反无限 这个其实开无中之前可以考虑先把万剑打出去把无限给击掉 顺手牵牙顺到连弩了 开南蛮还是开万剑 他开的是南蛮他可能是怕主攻有危险 这个局呢我的话我会激进一点直接放万剑了 不急着打九叉反正能打两刀的 又来了火攻看一下 可惜了没有拆 强乐甘宁希望布置能争气一点 火攻 过和拆桥 先火攻再过拆 然后定盘 这边白漂马良 然后再定盘自己换刀 其实这个布置的打法没有什么太大的路 还算是基本操作是有的 对吧 也是定盘完再收的反 一发定盘都没浪费 就是戏子才这种玻璃心法我是非常不同意的 你要玻璃心也得别人特别蠢的时候再玻璃心 如果队友特别蠢 你玻璃心 我虽然不认可 但是我理解 什么就顺你一下你就玻璃心 这你玩什么三过杀 对吧 我走在路上不小心被人踩了一脚 我还非得把他揍个半死才行啊 对吧 那人家道个歉嘛也就完了呀 所以说我是不认可这个戏子才的 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戏子才了不起 我跟你说刘七都看不上他 要是布置真的蠢到还打不来 你玻璃心也就玻璃心了 那人家就是顺了你一下 有什么好玻璃心 这你也有玻璃心 真的就是连社会都没出过 好顺一下 再顺一下 然后吃酒打贴索酒杀 这波的话表面上看布置很危险 其实刚才我们那个游龙的桃还没出过 对吧 游龙的桃还没出过 所以说布置其实是安全的 游龙桃出完我们还能变无限 总的来说 主攻威胁不大 危险不大 这一轮打完之后 到第二下一轮 我们还能再用游龙出跑 所以说最后呢 赶紧也是没有挣扎 直接脱下了 能打吗 又不是不能打 气质才玻璃心我都赢了 那间直接挂机 直接去死我都赢了 有什么不能打的 能不能打都在你一念之间 如果你要玻璃心不要给你找借口 那是你的问题 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 至少不全是别人的问题 我们来看下一集 这局是一个寻语啊 这个礼爵够狠的 直接一狼头 直接把张角砸冰死了 杀元术 叠锁连环 这里的话 元术是直接跳内的打法 有一个名桃 没地方截 啊这 身份已经出来了 中跳了内也跳了 所以说后面是连反 那么不管张张普把牌给皇祖 还是给巫医 对我们威胁都很大 因为我们是民中 但是如果我们跳了反 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 元术有点懵 一怒之下九杀张角 再见张角 天书无下 此欲谁心来俱众 张张普 解锁连环 这个张张普想了半天 还是不愿意信这个许玉 怎么办呢 对 他犹豫了半天 还是想再考验一下许玉 放心 你怎么考验我 我都是反贼 张张普终于信了 终于把这个 岩叫给我们了 虽然这个岩叫牌很破 但只要这个岩叫牌 没有落到皇祖 或者无一的手里 这局就没有问题了 再见 这个张张普 默默地起牌了 而且岩叫 我们还可以故意失败 总之有很多玩法 这个皇祖越看越觉得 这个巫羽有问题 对吧 怎么可能这个巫羽是 怎么可能这个巫羽是反 你那麽就是装的 但是呢 皇祖这样打 他变成跳中了 没用的 你自己跳不出反贼身份 你怎么都没用的 你杀我对吧 你杀我 我闪我都不出 无一看 这皇祖终成实锤了呀 赶紧拿套救 我不装了 我抬牌了 等到这些反贼 我抬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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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装了 你一定可以 我抬牌了 坐在我 我抬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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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植物 那种 这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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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对不对 感谢观看 你们好 又来 对不对 这边 但这边 是吧 对不对 这边 怎么打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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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